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 新闻《外劳军瑞》 今晚的最新闻包括 政府架构重组 改为3C15局 并增设三个副师长 第二階段社交距離措施 星期四放寬 烫飾延長到午夜 酒吧、卡拉、家等可以重開 新增328宗確診 上環升月樓多8人染疫 新冠疫苗保障基金 第一次就接種後死亡個案 批出200萬元賠償 詳細內容 行政會議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除包括現屆政府建議改為3C15局 也有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提出 增設3個副司長 整個方案涉及每年總薪酬開支9500萬元 距離正式上任大概一個多月 李家超第一次在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交代未來5年的管治架構 原用6年多的3C13局 獲行政會議通過 改組成3C15局 新增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接管民政事務局 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文化、藝術及電影等業務 分拆運輸及房屋局 房屋局專責處理興建供應房屋 運輸及物流局就處理香港海陸空交通 食物及衛生局也改組做醫務衛生局 專責醫療及衛生政策 環境衛生、食物安全等工作 與環境局合併 改為環境及生態局 創新及科技局就改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管轄原本屬於商經局的工業政策 並且重組民政事務局 做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有清晰的權責之下 一定是做事更有效能的 另外在整合方面 亦都因整合了而產生協同效應 方案與特首林鄭月娥年初公布的大致相同 李戒昭新提出增設三個副司長 你問到律政司司長核下只有律政司 為何要增設副司長 李戒昭說律政司下有六個法律相關部門 而未來律政司司長的工作將繁重 包括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仲裁中心 去宣揚我們香港的優良司法制度 很多地方因爲政治理由 將香港的實際情況描述得不符實際的 改組後政務司司長掌管九個政策局 由財政司司長監督的就由四個增加至六個 包括運輸及物流局及房屋局 李戒昭說是令工作更加平均分配 亦都達到協同效果 而他在政綱提出的兩個涉及供應房屋 及土地供應的工作組 亦都隸屬財政司司長及副司長下面 上報時會否造成混亂呢 就好像現在一些局的運作 是經過副局長及局長去回報 有些指定項目是我行政長官特別關注的 我都可以要求司長向我回報 或者副司長向我回報 按著實際的事項 新的重組架構方案 未再設有現屆政府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亦都未有像外界建議般 從設中央政策組 李戒昭強調會強化政策研究工作 相關架構在組班後才考慮 被問到當選行政長官一星期之後 仍未獲得中央的正式委任 李戒昭說屬於中央事權 需要由中央決定 武士尼志記者 澤宇文木道 新政府架構增加多個官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 李戒昭按照管治風格再加人手是自然的事 重組方案會增加13個政治委任官員 包括李戒昭提出增設的3名副司長 以及各有一位政治助理 律政司司長日後都會有政治助理幫忙 政策局有13個變成15個 政府局長和政治助理就再多6天 連同重組之後增添57個公務員職位 公帑每年一共要花大約9,500萬來出糧 這個數目是早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的 每年3,000萬額外開支的超過3倍 而且新籌待遇檢討報告 早前已經建議下屆官員起此薪金 會追回過去3年的通脹 要留待李家超再作決定 李家超就說副司長的新籌 將會比局長月薪近35萬更高 我們也知道司長當然他的工作是比局長更高層次 所以有關的支援都一定要配合他這方面所需的 每年的恆常開支多了近1億 又是否值得呢 當名新兼行會成員的立法會議員都認為新架構有助施政 在推動協調和監獄工作方面有更大的抵氣 亦都有助更好解決民生的問題 現在我們在說很多大型的項目都是跨局 過往來說我們也有時聽到各自為政 因為這些情況時間會拖得很長 結果是甚麼呢 物價一直不斷升 給多了錢 這些都是市民的錢 很多時候的法案 大家現在社會注重不僅是法案的技術細節 對社會的影響 如何令公眾明白有關的法案 釋除大家的疑慮 這方面有很多政策的工作需要做 政府很久都未試過改組了 政府改組了超過十年 規模也龐大 相信議員們也有很多意見 我們會盡量配合政府 有需要就加時開會 我相信可以在第六任政府上任前完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再加人手是自然的事 每個總統主任會有自己的政府風格 疫情现在处于低位胶着状态 承认是有风险 但考虑重症个案少 隔离设施充足 仍然能够稳控情况 市民不用过分担心 单日确诊数至近半个月 维持在二三百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用 疫情平稳、风险可控 可以预期星期四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 食肆堂石延长去到午夜12点 维持最多8人一台 烟会的人数上限增加到120人 表演场地、宗教处所等 人数上限增加到八成半 戏院亦都容许饮食 至于一直关闭的表列处所 例如排队房间、夜店、马雀馆 卡拉OK、邮轮 星期四可以重开 酒吧、酒馆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 每台最多四个人 使用身内体育处所和健身室 不需要戴口罩 恐怕是一个低位胶着的状态 是有风险的 到目前为止 群组感染出现了 都是比较人多、密集的处所 还有是脱下口罩的 在这里必须呼吁市民 在未来第二阶段 更多的活动 是不需要佩戴口罩 所以是要更加小心 港大最新本地个案 即时有效繁殖率 上星期一攀升到大约0.99 即是病毒近乎可以传播给一个人 林郑月娥估计 随着再放宽措施 会进一步上升 但仍然有大量病床和隔离设施 整体疫情可允许 对于有专家建议 中指60岁以下人士 使用疫苗通行症的措施 也有专家不同意 林郑月娥说 不会续一评论意见 强调疫苗接种 仍然是抗疫重要手段 通关也是首要目标 无意推迟疫苗通行症第三阶段 即是月底需要打齐三针 才可以入食肆等指令处所 本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个案 比昨天上升近百宗 多个感染群组继续扩大 而东冲赴东广场的 淡仔云南迷线出现爆发 有三个人确诊 不排除涉及短距离空气传播 最新的食肆群组来自东中 富东广场的淡仔云南迷线 染疫的两男一女食客 由32至40岁 互不认识 都是在上星期三上午11点半 到下午1点钟在店内吃过东西 卫生防护中心经最终之后 相信有大约200人在同时段内帮衬过 根据疫苗通行症的资料 发短信通知他们接受强制检测 而30个员工暂时未发现有阳性个案 多个燃友群组也继续扩大 观塘预线私房蔡多9人染疫 累计有20人确诊 上环星月楼群组多3个员工 共同5个食客检测 累计64宗 而红磡新旺会策球室群 早就再多一个人确诊 至今一共15宗 另外当局发现早前两宗输入个案 患者完成检测之后 曾到访新旺会策球室 基因排序和本港流行病毒株吻合 当局将个案列回本地个案 学校再情报多20宗阳性病例 来自不同的学校 另外一间学校连续两日有学生确诊 患者曾经一同在校内吃过东西 输入个案有39宗 再多两人完成检疫之后 在底港第12日检测阳性 当局相信是复阳个案 另外当局公布多4宗 涉及Omicron BA.4的个案 无线电视记者梁卓因报道 上诉庭首次驳回律政司 就反修例案件复核刑期 拒绝向非法集结 同习境聚成的南鹤三家营 北韩再多27宗发烧 军方开始协助分发药物 27万宗发烧 军方开始协助分发药物 回来新闻时间 一个66岁女人死前16日 曾经接种一针伏必态 专家委员会列为 与免疫接种因果关系不确定 获批200万赔偿 是第一宗获保障今届死亡个案 新冠疫苗保障基金 设立一年多 近日第一次就死亡个案批出200万 去年7月 一个66岁的女人打了第一针伏必态 16日之后死亡 解复证实死因是心肌炎 而肺炎也是导致她死亡的重要情况 专家委员会认为 即使死亡和接种有时间上的关联 但由于死者心脏组织中 找到可以引致心肌炎的小小病毒B19 无法分辨是由于接种疫苗而死亡 还是由于本身患有心肌炎而死亡 所以列为不确定 根据保障基金机制条款 列为与免疫接种因果关系一致 同不确定的死亡个案 40岁或以上会批出200万 40岁以下就获250万 有病人权益关注组织认为 今次赔偿可以增加公众对相关机制的信心 又认为委员会需时分析数据 时间一年才逐出决定是合理 现在这样的公布来说 亦都给市民有个可能会有个信心 就是说这些专家 其实他对事件的审视 都是有个公平性在这儿 就是过早去做一个订论的话 而未有一些的 比如说解放报告 其他的一些资料去考量的话 他建议委员会就之前接种后死亡 而被列为无关联的个案 再作详细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大约440间幼稚园申请下学年加学费 比起去年多大约7成6 教联会相信大部分提出加学费5% 但都未能维持基本开支 两年多疫情幼稚园不时停货 教育局说截至上个月 在幼稚园教育计划下 获资助的大概300间学校 申请下学年加学费 数目比去年的申请多一倍 三间就申请减学费 另外大概140间 没有参加计划的幼稚园申请减学费 多了四成 一间就减学费 有业界人士估计 受到出生率下降 移民潮和内地儿童未能离香港等影响 半数幼稚园修身不足 即使政府今个学年提供多轮 一共20多万的津贴和防疫资助 都未能维持基本开支 相信大部分学校申请加学费5% 教育局说会尽早通知学校核准的学费 另外截至今个月10日当局一共收到38份 直至学校调整学费申请 会按既定的程序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律政司不服一个向警察责物 以及非法集结的男学生 借被判社会服务令 提出复核刑期 但被上诉停搏回 案情说 报称是学生的23岁李文奇 前年5月底 在旺角亚街路街和尼敦道交界 和其他人参与非法集结 并且向两个警员订金属桶 令到对方受伤 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 被判120个小时社会服务令 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 认为判刑过轻 说原审的时候 劳教中心报告 说被告有精神问题 和脊柱侧弯 不建议判入劳教中心 但社会服务令报告就建议 判160至24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配合定期接受精神科治疗 但裁判官郑念慈 最终只是判了120个小时社会服务令 律政司说案件的严重程度 需要判处监禁 认为可以判处 可以即时获释的刑期 确保刑事定罪记录 辩方就说 李文奇已经真正反思 判刑之前已经还压超过160日 判处即时监禁 或者很快就服刑完毕 至今也都完成了116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只是剩下4个小时还没完成 上诉庭三位法官彭伟昌 潘文奇和彭宝琴 考虑到案件的背景 认为裁判官判处社会服务令 属于原则上犯错 也不认为是合理的判刑 但考虑到所有因素之后 驳回律政司覆核申请 维持原判 稍后会颁布书面裁决理由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系报道 国际方面 北韩新增近27万宗发烧个案 再多6个人死亡 官方开始协助分发药物 拘捕北韩已经由中国买入新冠病毒药物 北韩官方潮中社报道 领袖金正恩星期日视察了平壤的药店之后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狼海等党政干部 也都视察了多个地方的药物供应情况 内国官员和地方政府 也都到基层保障药物供应运输 另外 官方开始按照金正恩的指示 协助药店24小时供应药物 有药房职员表示 由于民众在疫情之下不能外出 他们将会提供送药上满服务 而药厂也都扩大产能 超过一万名的官员和医学院师生 被分配协助检测和护理发烧患者 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北韩从上个月底起 已经从中国通过贸易商 救治止痛药、消炎药、移倒数等的药品 以及氧气面罩、体温计等医疗器材 报道又引述北韩消息人士说 北韩国营高丽航空三架飞机 星期一飞抵中国沈阳运载医药品 并在当日返回北韩 北韩星期二公布 新增近27万宗发烧病例 较前一日近40万宗大幅减少 至上月底起全国累计超过148万宗发烧病例 而死亡病例就增加6宗去到56宗 超过82万人康复 潮中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当中 涉及几多宗新冠病毒确诊 而南韩传媒就相信 由于北韩缺乏病毒检测设备 没有办法展开大规模检测 目前只能够用发烧来统计患者 并且将有病征的患者送到检疫设施 而实际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可能更加多 据南韩情报部门估计 北韩疫情实际死亡人数 是公开数据的5到6倍 北韩至今仍然大约有66万人需要接受隔离 在平阳就有肉菜供应商 为正接受隔离的居民配送食物 另外当局表示 商店和工厂等在疫情下依然正常营运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日本政府再放宽边境限制 计划根据原来接受四个国家的小型旅行团入境 说要测试是否可以给更多旅行入境 日本考虑在6月将每日入境人数 上限调高一倍 日本东京街头出现大批外国旅客的景象 可能很快再次出现 国土交通省宣布 今个月稍后开放边境 被来自美国、澳洲、泰国及新加坡的小型旅行团入境 说这些国家新冠变种病毒流行情况较不严重 以及访日观光旅客较多 不过参加旅行团的人 仍然要遵守严格防疫规定 包括必须已经接种三针新冠疫苗 期间要有导游陪同 也只能在地方政府批准的地点活动 日本旅游业受到新冠疫情重创 国土交通大臣齐藤贴夫表明 国际旅游对日本经济以及地区重振非常重要 政府说会检视措施情况 包括当局如何应对一旦有团员确诊 为日后转一步放宽入境限制做测试 日本疫情持续放缓 3月起分阶段容许商务旅客 技术实习人员 以及海外留学生入境 目前每日的入境人数上限是1万人 当局正研究6月起 将人数上限提高至2万 首相岸田文雄早前说 在开放边境上 希望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看齐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义报导 先有社阵回报导 上海新增病例 都在闭环管控当中发现 全市实现社会免清零 国家法改委说 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加大 但有信心可以重拾正轨 回到新闻时间 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新增1049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上海占大约800宗 当局说全市已经实现社会免清零 在外新增77宗本土新冠病毒确诊 同746宗无症状感染 市委建委说 新发现的病例都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多一个人死亡是92岁心脏病女患者 未接种新冠疫苗 死亡直接原因是基础疾病 目前仍然需要触不出户的封控区 涉及大约86万人 可以在屋苑范围活动的管控区 大约有300万人 有条件外出的防范区大约有1900多万人 全市公共交通将会在星期日逐步恢复营运 地铁职员已经为车厢内外彻底消毒 小量由上海出发的国内航班服飞 乘客要出示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 同24小时内抗原检测的阴性证明 另外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 在上海的厂房上个月中复工之后 近一个星期之内 有一共8000多架电动车装船出口 而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公布 上个月实际销售量是零 说全市经销商因封控处于停业的状态 行业陷入经营困难 期望疫情之后尽量达到预期销售目标 去年同期全市销量大约是26000架汽车 北京新增43宗本土病例 和9宗无症状感染 当局要求市民坐地铁和巴士都要出示北京健康保 六马才可以上车 另外广州发现全国首宗Omicron BA.2.1 1.2.1便宜珠 住北京记者赖啟新报道 有较多病例的朝阳区市民继续要居家办公 学校暂停免售课堂 大部份的商铺就继续暂停营业 当局说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要做好精准防控 即是开始乘巴士和地铁都要检查北京健康保 地铁站就增派职员察验 目前出入公共地方包括商场、公园甚至公尺都已经要数健康保 现在连搭车都要数 会有一定的麻烦 但是如果每天做核酸的话也还好 只是希望疫情赶紧结束 不要这么麻烦 因为还是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这挺好的嘛 对大家健康也有个保障 你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前两天公交车上都出现这样 是吧 这样挺好的 即日开始 市民也是透过这张北京一卡通 即北京版的八达通 透过它的手机应用程式 整合健康码等的资料 搭车的时候就可以一次过数码和付钱 做到一卡通行 另外国家疾控中心通报 发现全国首例确诊感染Omicron 癌症毒株 BA.2.1、2.1的输入病例 患者上个月底游肯尼亚搭飞机 去到广州白云机场 底部4日后检测结果呈阳性 当局说它已经接种疫苗 在过去14日没有接触过其他病例 目前序列已经提交国家基因造数据中心 世卫早前提醒BA.2.1、2.1的传播率 比BA.2快超过20% 目前有至少17个国家报告了病例 无线电视罪北京记者奈启申报道 国家法委说中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大 多方面都面临新挑战 但有信心可以重上轨道 另外有官媒和内地经济学者建议 向受疫情影响的中低收入居民排档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 上个月内地消费和投资增速下降 工业生产和服务方面走势也疲弱 国家法委说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在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面临新挑战 在新一轮疫情和国际局势之下 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 但对前景仍然感到乐观 目前国内的疫情反弹得到了有力处置 各项政策在靠前发力 政策的效应也在逐步释放 相信正常的经济秩序将快速恢复 经济运行会很快的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杜葵 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说 疫情之后不少居民的收入下降 进而令到消费下降 认为政府应该直接向受影响的居民 发放现金补助来刺激消费 他以上海市有600万家庭为例 应该选出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 向每户发放1万元人民币现金 日文日报旗下的《证券时报》 是星期二的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 提到不能忽视居民消费力 受到现实和预期的就业工资水平影响 所以不单要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 也要考虑增厚居民银报 认为可以采用专家建议 向中低收入户直接派钱 广东小关一架私家车堕河 车上10个人全部园难 事发在昨晚埃曼 一架私家车由湾头电站提霸 突然失控跌入河中 到夜晚才打瓏上水 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做好善后工作 市政府也部署加强驾驶安全教育 要求全面巡查提霸安全管理 特区政府驻月办在广州举行展览 宣传香港回归25周年 有内地民众说期待疫情后再来香港 亦有人说犯修例事件后 对香港印象转差不会再来 驻月广州记者陈着康报导 中环摩天轮天星小轮金字经广场 曾经是内地旅客的热门景点 封关两年多 他们对香港的印象有没有变呢 之前去过中环 我觉得那边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那边 还有维多里亚港那边 夜景都很好 我觉得香港的数字还是比较高 然后大家还是比较文明很礼貌 想去参观一下香港这些比较成功的一些基础设施 我身边都挺拉斯 但是可能经过之前的看新闻 例如说暴乱暴动 可能会看到香港另一面 可能在教育方面 我们会和内地这里有对比 那个看法是会和以前相差很远 觉得香港现在那个形势 那个疫情现状 还未恢复得很好 所以就不会说 可能不会和以前那样 星期六日一班朋友 走过去香港去玩玩 可能现在没有这个冲动 住院办在香港回归25周年 举行此刻更爱香港之南 换起去过香港内地人的记忆 以及向未去过的人介绍香港 不少人都期待 两地早日恢复免检疫通关 又挂着家人的香港人 专程来打卡 希望可以快点通关 哎呀这个最好 带些信号给香港政府 有那些绿码的人 或者怎样没有去过外国的人 可不可以说旁边没那么久 展览每个星期 会展出不同的香港地边模型 直至6月底 之后就会转到福建和广西举行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陈翠康报道 四荷报道 恒生指数收布 二万零六八零二点 升六百五十二点 总成交超过一千二百四十一亿 浸泰欧洲股市 倫敦富士100指数升58点 巴黎股市升83点 德国股市升224点 有议员说私人发展商出地 兴建资助出售房屋的模式 可以勉强收地等的程序 有助缩短建屋时间 又会看下有大学研发出流动应用程式 可以实时估算每条街的空气质素 回来新闻时间 第一个由私人发展商出地兴建的资助出售房屋 预计2027年落成 由立法会议员说 这种方式免却收地程序等 比起一般公营房屋最少快一年完成 新世界发展成立的社企月初向城规会提交土地改划申请 在集团旗下元朗揽起路一幅3万平方尺的土地 兴建单栋大厦作为资助出售房屋 有测量师预计最快要半年至9个月完成改划程序 最快明年动工2027年落成 有立法会议员说 私人发展商出地散却了收地程序 如果政府审批速度配合 有空间再加快 公营伙的项目可能会先由土木工程拓展处 去做一些平整土地的工程 做完之后才交给房屋处 去做一些地基或者建筑 如果由私人去做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以统筹 是将一个平整土地和做地基的工作 是同步进行的 有个职是要被屋屋处審批的 另外就算起完之后 都还要等他拿入伙子 满意子 所以如果部门在这些程序上 都能够去尽快去处理的时候 其实加加上都是可以省得到一年的时间 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在政纲提出 重启和优化私人参见公营房屋 刘国芬认为更多公私营合作 可以令政府腾出人手和资源 兴建出租公屋或进行审批工作 项目暂定以市价5-6节出售 项目的咨询委员会期望 以市价3分之1保地价 和房协的项目看齐 增加日后私人发展商持续参见 资助房屋的有因 并且提供更多选择给市民 项目最初推出来 我们都希望有一些基本的装修 还有会所式 给一些青年人或青年家庭使用 可能在目前委会 卖出一些清水楼的情况有些不同 他愿意可能花高一点点价钱 可能买个单位有一个会所式 又或者可能有个露台 项目申请资格将会参考 现有居屋资格审查 和设有转让限制 并且采用跌进式按揭 首期低至楼价5% 由新世界做担保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这一节七点半新闻报导员再会